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根據《紐約時報》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拜登的支持度再次大幅領先特朗普 雙方之間的差距已經達到14% 有見及此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決定要在三場總統大選辯論基礎上 再去加開辯論的場次 試圖為特朗普扭轉民意的劣勢 當他們向拜登的競選團隊發出邀請的時候 拜登當然不肯落答 而且還一口拒絕了 至於他的競選團隊幫他想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藉口 他們就說特朗普陣營提出加開辯論長次的建議 只是努力迴避公平和不偏不倚的辯論 嘩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頭三場的大選辯論就是為之公平和不偏不倚 一旦加開多一場 馬上就變成了不公平呢? 到底是從何說起呢? 是不是因為拜登目前的身體機能日益衰退 如果要他再開一場辯論會呢? 都會感到非常吃力 所以就對他不公平了 是不是要以這個角度去理解呢? 其實都是說不過去的 當時你要競選的是美國總統 如果你受不了的話 你做什麼美國總統呢? 所以他的團隊說特朗普是逃避 真正逃避的那個就是拜登 他才是最大的逃兵 加開多一場辯論會有什麼問題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拜登說話的時候 都口齒不清 每天都要看著提詞機 如果沒有人提詞機 沒有人揀那個稿件的話 他就站在那裡了 完全是不會說話的 所以在辯論的技巧方面 他肯定就是差過特朗普 而且拜登的年紀 都真的有回到差不多了 到今年年尾的時候 他就即將踏入78歲 比起特朗普還要年長四年 所以大家看到他 有時候在辯論的時候 似乎那個即時反應都相當遲緩 故此他說不肯出席多一場辯論會 絕對可以理解 因為你出席多一場 就等同於被人吃住多一場 所以就無謂丟架了 但是你就不要叫幕僚出來說 說特朗普在努力地迴避才行 真正迴避的是你拜登 至於紐約時報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 是怎麼說的呢 就說拜登的支持率已經達到50%了 而特朗普只有36% 這次就是特朗普在大選之前的民意調查當中 表現最差的一次 當然有些人經常就是 將今年這個民調結果 對比起四年前 就說特朗普 當年都是落後希拉莉很多 但是呢 在選舉之前的半年裡 都沒有說落後14% 即是當時特朗普是落後的 只不過去到最後一刻 在大選之前最後那一晚 所有的新聞節目做完之後 就發現了 有九成人都是猜 希拉莉會贏的 只有一成人是猜特朗普贏的 就並不是說代表 民調當年是九比一的 絕對沒有出現過這麼強弱的懸殊 就算是落後 最多都是落後8%至10% 就沒有說去到14% 這個是謀誤來的 有些人以為說 哇 特朗普當年都一成的支持度 都可以贏了總統 這個大錯特錯 第二件事就是 當年那個角色是致緩了 當時民主黨就是執政黨 共和黨就是在野黨 但是現在刻好就反過來 所以就不能夠調以輕心 或者是過分樂觀 一定要有個思想準備才行 加上就是 有些人去投票 就看看自身的情況 跟四年之前相比 到底有沒有改善到 才去決定投誰 如果說去到11月大選的時候 有很多人還是失業的 那這班人肯定就會傾向投過在野黨 因為他們想渴望改變 如果說他們都重新找回工作了 大部分人 那就是另一個光景了 至於拜登究竟他在領先幅度 究竟是哪些優勢呢 比如說 在女性方面 非裔人方面 以及拉丁裔人方面 支持度就是大幅地拋離特朗普的 相信後兩者這麼多人支持拜登 無非就是因為 George Floyd那宗案件 每個人都說要反歧視 導致他這麼高支持率 但是千萬不能夠忘記 當年的3K黨 就是跟民主黨有淵源 那些祖先被他迫害 很多非裔人 或者拉丁裔人 這千萬不能夠忘記 那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現在在做什麼 去嘗試為他挽回劣勢呢 第一件事就是通過網絡社交平台的接觸 只不過 有不少的平台 都是故意針對特朗普的 首先就有Facebook 竟然刪除了特朗普競選團隊 很多的貼文和廣告 就說內容是涉嫌散播仇恨 其中一張 就是有一個圖片 是紅色的倒轉三角形 那這個Antifa 就是反法西斯主義運動 就說這個符號不對 不恰當 因為是當時的納粹黨 拿來標籤集中營的政敵所用的 這個標誌 於是就把它刪除了 這樣也可以 問題就是 這個標誌同時也是你這個組織 經常拿來用的 為什麼你拿來用 特朗普拿來宣傳就不行 奇怪 除了Facebook 刻意的針對以外 Twitter直接把特朗普的鐵文 隱藏了 為什麼呢? 特朗普其中一段鐵文就說到 只要我仍然是你們的總統 在首都華盛頓特區 就不會有所謂的自治區 如果這些示威者嘗試這樣做的時候 就肯定會遭到嚴厲的武力對待 那這個什麼自治區呢? 其實就是有些示威者說要在白宮附近 搞一個叫做黑宮的自治區 那這些又是所謂玩反歧視 或者是政治正確那些傢伙去搞的 俗稱的左翼 或者叫做左膠 這班傢伙有很多東西玩的 人家的瀏覽器 裏面有個叫做白名單和黑名單 白名單就是你怎麼上都不會阻擋你的 黑名單一按網址下去就是阻擋的了 那他也說不行 這個又牽涉到歧視了 因為似乎是在歧視黑人 為什麼黑名單就是要阻擋他上呢? 變成像負面一樣 又黑 那又說歧視了 他們追求這種過度的政治正確 好了 一會兒又說在紐約上面 羅斯福的雕像 又說是種族歧視 為什麼呢? 羅斯福總統就騎著一隻馬 左邊就有一個印第安人 右邊就有一個黑人 然後就說你白人就高人一等 有得坐馬 其他兩個就在這裡走 這樣又歧視了 大哥那個是歷史雕塑 這樣也歧視了嗎? 然後紐約市長還說要拆掉那些 大哥這個是歷史古蹟 會不會反智了一點點呢? 不過沒辦法 現任的紐約市長 又是民主黨籍的人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民主黨就是要任得這個種族的議題 去任他發酵 最後就希望將這些人的情緒 轉化成為選票 投到拜登身上 至於特朗普還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其實他也很靠農民來吃虎 在星期三他就簽署了一份備忘錄 指示了農業部 要向那些農蝦養殖業界人士 提供經濟援助 因為業界就是嚴重地受到中美貿易戰所拖累 另外他就指示了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要求他作出報告 究竟中國有沒有履行到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當中 承諾購買總值1.5億美元 美國農蝦的承諾呢? 如果被他發現中國沒有履行採購承諾呢? 特朗普就說 會對中國的海鮮業徵收報復性的關稅 當然啦 連農蝦業界他也要大力支持 即是說他也無孔不入了 總之撲到多少票就多少票 不過特朗普連任之路都注定是崎嶇的了 最近又有幾十位共和黨籍的元老 走去想發動賭歌潮 至少有24名共和黨籍的前國安官員 和白宮前幕僚 就打算趕及在八月民主黨全國大會召開之前 組成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目的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幫拜登站台 站上去幫他拉票 那這班傢伙包括什麼人?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了 前國務卿鮑威爾 前國安全部問波頓 即是出書唱衰特朗普那個人 還有一些 在以前老布殊 或者小布殊 列根年代擔任過一些重要職位的 共和黨籍的人 這班傢伙就想發動一個賭歌潮 就想長賭眾人推 希望特朗普自己站得硬正 不過在競選團隊裡 有些小朋友去檢討一下才行 有什麼可能 忍得抖音的人 亂去拿票 之後 搞得場面冷冷清清的 貪好看嗎?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